为了把画挂的居中 侯墨左一榔头右一锤子 最终稳稳的砸穿水管 谁在墙后面悄悄的留一家人上楼睡觉 第二天醒来迎接一片蜂羊 心不增加的各种收藏飘过 侯墨丝毫不慌穿上泳圈先玩一会儿 因为他们家买了保险 让保险公司出钱翻修房子 何乐而不为 保险公司核查之后表示不仅赔钱 还会给半年的租房补贴 麻吉拿到这笔鞋立刻看房子 到底要换个什么样的住处呢 就在这时老爷子闻风而来 他支支吾吾似乎有难言之隐 侯墨赶紧打住 说这钱的主意你可不信打呀 老爷子说我需要做个手术 这是个很难拒绝的理由 侯墨勉为其难 带他去野路子诊所看病 这种地方很便宜的 爷爷跟吴正医生单独聊了一会儿 非常沮丧的回来 说这医生治不了 依莎表示 咱们的医疗制度就是两头毒 能治好的医院看不起 看得起的医院治不好 你看人家丹麦多好 全民免费医疗 鸿麦说他们的税很高很高 连有钱人都要交很高的税 丽莎继续补充 就算是个游客发生意外 也能给你免费制 所以爷爷过去不用交税 也可以享受医疗哦 马基灵机一动 反正咱们有钱租房 干脆去丹麦住上几个月呢 期间让爷爷发生点意外 这不就给顺带制了吗 信不信一家确实有才 直飞哥本哈根找了一间公寓 不愧是以家具设计文明的丹麦 屋子里到处都有巧妙的设计 这玩意儿表面上是个电视机 实际后面还是鞋碗机 这玩意儿表面上是个冰箱 实际还是一张能收起来的床 房站中介带一家人到处转转 丹麦这个地方不堵汽车 但是堵自行车 各种漂亮的房子量大管购 有位小亮仔帮丽莎捡了个东西 中介说这是克里斯王子哦 丽莎马上脑补了一出大戏 积极互动 情感升温 世纪婚礼 又万民爱戴 丽莎太喜欢丹麦了 请求妈妈在这里住上半年 麻吉认为可行 但是侯莫不答应 我的朋友都在春天镇 咱们是来蹭福利的 要不忘出心蹭完就走 侯莫立刻带上老爷子到处溜达 寻找一场合适的意外 最好是闷逼不伤脑 重伤不要命 想蹭个福利太难了 照这个进度 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日思夜想的春天镇 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海上示人仇 为了能早点回家 侯莫终于要下死手了 他找到一个超长的楼梯 不成功就成人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老爷子突然说出真相 其实我不用做什么手术 我就是想把胸前的一个纹身给去掉 侯莫又气又好奇 到底是什么纹身把我们给骗到这里来 老爷子扒开衣服 上面闻着侯莫妈妈的名字 一次坦诚相待 搞得侯莫想妈妈了 爷俩跑去酒吧怀念故人 喝着喝着侯莫就被搭讪了 这个妹子对于异国风情的侯莫格外感兴趣 大大的肚子 细数的头发 真的很新鲜呢 侯莫说我已经结婚了 妹子却说在丹麦 已婚不算障碍 就主打一个自由 他强拉侯莫一起跳舞 该死的缘分 把马迹行带到窗外 本来开开心心的逛街 猛抬头 一只绿帽扣上来 侯莫一路追回公寓 道歉当然是没用的 正好你想回家 我想留 大路朝天 咱们各走一边 侯莫只能收拾好包袱 信心离开 都到了机场安检口 老爷子突然开口 劝儿子回头试案 我就是因为太固执 才跟你妈渐行渐远 鸿沫恍然大悟 掉头就跑 租一辆自行车 再打个自行车低市 又快又健康的 赶回公寓找马迹 说我不回春天镇了 有你的地方才是家 马迹礼貌性的抱了一下 还说那个 我可能不想待在这了 这地方的太阳 怎么跟升不起来似的 阳气不足啊 咱们还是回春天镇吧 一家人立刻达成共识 带上老爷子 把纹身给改了 丹麦之行完美收官 任何新事物因为新鲜 你容易看到它的好 任何旧事物因为熟悉 你容易忽略它的好 其实那些新鲜 跟我们已经熟悉的 并没有太大差异 无非是另一群人的稀疏品尝 所以耐心很重要 对新事物要有耐心考察 对于旧的更要有耐心 不在新鲜感作祟的时候 草率的做出判断 这个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那个人也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差 这份工作 这座城市也是同理 我们眼中的世界 会随着我们的情绪起伏 保持耐心 能够帮助我们 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我会努力更新的 我们下方订阅